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大概是蓝的 他就说没有什么悬念了 肯定是马英九了 可是越来越接近的这段时间 我感觉到 而且也有台湾认识说 不一定 现在很不一定 甚至照南方硕的说法 民调都是做了手脚的 甚至照南方硕的说法 说实质上蔡英文的民调 已经威高过国民党这头了 说 你像咱们石齐平老师也说 很有悬念 甚至他还说 北京是不是正在紧急研究 万一真选出个蔡英文 如何应对 我觉得其实没那么严重 就 首先你说 北京不需要到现在才紧急研究 研究好久了 其实民进党上台执政的可能 永远存在 对不对 那尤其蔡英文 她一直在台面 那么有历念的一个政治人物 你早就研究透她了 所以我觉得北京早就有一个方案 就是假如民进党上台之后 怎么跟台北相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 她是不是越来越有悬念 我反而 我恰恰相反 我反而觉得一个多月前 可能悬念比较大 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的胜算 还是略高 白线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你看现在我听到的就是说 我今天跟一个老师同车一教授 他就说 哎呀 这个形势很紧张 他说 我原来以为宋楚瑜 最晚到昨天晚上 会退选 会退选 会放弃 他说可是宋楚瑜挺到现在 也没有退 他说 我就看今天晚上 咱这节目今天是十一点半播 十一点半播的时候 其实台湾已经要很安静了 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规定 十点之前所有的竞选活动就必须要结束 十点之后大家都不可以再讲任何 冷静期 对冷静期 不可以再讲有关选举的事情 不可以做任何宣传 广告都不能播 八点大家安安静地就开始投票 所以呢 照理说我们在播的时候呢 该发生的事情啊 不该发生的事情 应该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就已经是见真小 如果都没有 大家也不用再想说半夜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 就是明天八点 你知道我现在就看这三派人物啊 因为我比较喜欢琢磨人说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台湾人在这个训练当中啊 他这个说话都已经变得相当的细腻 你知道吗 就是哎 你比如说连战喊话 说宋楚瑜先生啊 我了解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绝不会看着 让这个什么民进党什么当选 然后你看宋楚瑜出来讲话 我觉得马英九也够不好意思的 在宋楚瑜说这个话呀 就是说我跟连战还是不错的 要维持这个交情 他说这个啊就是这个我我谢谢连先生 然后说马英九啊 你现在执政了这个四年 搞到要让大佬为你担心呢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因为这个话呀 他有点训诫马英九的 长辈训诫 就说哎呀 你现在弄到大佬都要来帮你站台 帮你说话 你怎么做的 然后呢 你到蔡英文 那个说话呀也是刀子嘴啊 蔡英文说呀 因为马英九就提九二共识嘛 蔡英文就说 我们的政府应该向太阳给人民温暖 而不是靠恐吓 这马英九现在就是拿九二共识 什么吓唬人民 你说哎呦这个这个聊天 这个疾风啊 你有感觉到这气氛吗 对当然当然 而且可是现在在这个当中 你可以看到宋楚瑜他从当首我们所谓的神长开始 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讲话方式 其实他那个选举语言或者是对民众的那个语言 就像你看陈学别 他们已经是一种思维模式 他没有变过 就是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在这三个人当中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马英九 不是因为我偏蓝或什么 是因为你看马英九从一个如此高傲 然后其实骨子也很骄傲 看不起所有人的一个知识 所谓的精英分子 对到现在他握手握到手啊 被这个民众弄得这样 听说整个手都是伤痕 然后他的台语 我今天听他讲到毛利 一后一后二号二号 他已经讲的是反应 他以前讲的二号 他想一下说translate 就是翻译一下是什么 翻译成台语 对他现在不用 他现在脱口而出 他说什么他是客家人 他不管他什么人 反正就是要说台语 台湾民众已经把这 他的这个硬骨啊 已经开始知道 开始愿意软了 这是他人生当中很大的一刻 但是他没有软到愿意去跟宋楚瑜 不管私下或公开跟他说一声 他的傲慢 你觉得还是傲慢 但是已经被在这四年当中 他已经以他的成长过程 我觉得他已经弯腰弯的 已经已经有被信念到 有诚意了 台湾的这个选举是还是很好玩 就是因为通常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 就待遇民主体制底下 选举里面啊 通常选投票率不会那么高 其实大家听说会很高 对 其实他上来都不很高 台湾就开放大选之后 因为就算是很高 就比起其他的地区 是 因为大部分国家呢 比如说你比较稳定 哪怕就像美国很紧张 其实他到最后 他如果投票率超过五成 哎呀那就超高了 大部分人都不投票 这所谓的政治冷漠 其实很大的理由就是他觉得 你政治上选谁 跟我日常生活 变化影响不会太大 对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呢 真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挺大的 就是两岸关系的确很主导的这个事 第二就是我觉得台湾这个民主化 刚开始十几年了 所以呢 就老百姓对于政治上的这种议题啊 还是很紧张 我不知道台湾的这个风貌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 我去台湾去好几次了 就没见过选举 我去到台湾 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台湾 对吗 对于没人谈政治 我就是我接触到的 去吃饭呢 大家都是相礼相亲的 非常亲切 然后早上起来 你在台北逛一逛 人很少 就是也很安静 就我就不知道 他现在闹起来 电视上看 觉着在闹事 那这个什么个情况 他就是像个 加年华会吧 对 你说年轻人 你说他们有时候喜欢你 他就是去参加一个 集体的一个活动 而这个活动呢 是感觉会有点理想 然后有点理念在 然后 因为台湾就像你说 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的 什么国际的什么节日要过 你现在连过春节大家都没这种 就选举节了 也没有 10月10号 大家也都没什么感觉 没任何节目 连圣诞节都没感觉 就只有选举 大家可以 有个话题 有激变的一个空间 而且很快乐 就是很多的小商贩 对 然后甚至包括以前 现在流行上网 以前那种成人色情光碟 就那种选举造势 我还会不晓得外面 就一堆卖这种成人色情光碟 犯导案啊什么都在那 还有赌盘的 赌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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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出的色情光碟 已经出来了 不是啦 这是PS的这个 马英九和蔡英文啊 蔡英文身材要能这么好啊 拉不上水票 对对对 这是做成了叫电升的那种娃娃的玩具 这是他很吴敦义吧 是他吴敦义 那看下边 你瞧 来这个了辣妹 穿着蓝衫 已经哎呦这台湾美眉啊 身材啊啊 你会因为这样去投吗 会的 来来来 搞点认课 你看 批八字的 全上这这仨人 什么命格 这次谁能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虹一枝水 费关酒精 年份完经 也仅购酒 四十五瓦 四十五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兵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杰明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咱们那个时事评论员讲的都挺正的是吧 我有点 因为我不懂政治 我就喜欢就瞎猜 就说宋楚瑜 他们不是说呀 关键时刻 现在连战出来喊话吗 对 宋楚瑜 那意思就是说 弃宋宝马 对 就关键时刻 你宋楚瑜 如果说宣布退选 马英九就赢了 一定上 对吧 但是呢 他今天晚上 他会不会宣布呢 很多人看 我就觉得呢 好像不会 但是呢 难道说宋楚瑜是个不顾大局的人吗 不是人 他是 你觉得是啊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个 不甘寂寞的退休老人家 你知道男人是不是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总经理 是不是就算是退休 他还是每天要到办公室走一走 为什么 因为他想替人家喊他总经理 宋省长就是在家里面待很久 没有人谈他 他很无聊 所以他就今天出来 想说我要感受 他这整个过程 人家就说你到底图什么 就是你现在看来 你又不当行政院长了 你看来你也不 一定不会选上 你又拖累大局 到最后博德骂名 请问宋先生 你到底这个算盘算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算的没有什么 他根本想不到未来以后 他就是想 我现在就是要感受一下 被人家一直拥抱 哦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他就回家就睡得好开心 是不是 他需要双方都抢他 因为现在变成售渠太关键了 是 所以两个阵营都要拉他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他这个表态怎么样 太重要 爽 所以他重要了 他变得关键 他只爽三个月 我觉得 怎么可以 那就有点像有些老男人 这样找年轻小妹妹吗 他要不就是像宋神场 要不然就像找年轻小妹妹 我觉得老男人想的太简单了 想的太简单 人家连战都看出来啊 他就固然有一个目的 他要帮这个亲民党啊 将来争取一个空间 是我也有 我将来哪怕是在议会斗争当中啊 我这个亲民党不不让台湾哪 只有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两个党 但是问题是亲民党你 我们也知道第三党绝对有这种绝对关键 但是第三党你要有一个理念 我不知道你亲民党的理念是什么 现在看来就只是 你听我说 不喜欢民进也不喜欢国民党 我说我怎么瞎喘人呢 我小人之心度度小人之腹啊 都是小人 我因为我觉得 那天我看见 李敖站在宋楚瑜那边 好像他跟宋楚瑜站一会儿 我就猜的 我从他就猜他 显然这俩政治观点有点接近 所以我认为什么认为宋楚瑜不肯放弃呢 就是他难道不怕蔡英文赢吗 对吗 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不怕 你听我这外行为什么下猜呢 那我听李敖说一个观点 他说一个什么观点 他说如今的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 其实都差不多 而且就是说民进党搞台独是假的 就是说他即便真登了台 我跟你说他的政策 两岸关系方面 他不会跟马英九差多少他不敢 而真的他不敢 所以我就在想 那既然他要有这个铺垫了 可能他也真的是不必宣布弃 在他看来 即便是蔡英文当了 也不会真的影响什么两岸大局 而且他还能够说 我亲民党从此以后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有人在骂 说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一个样 两个党甚至达到了有些思乡授受 思乡做交易 在议会里面达成他们的一些目的搞瓜分 那么是不是宋楚瑜也是不是老男人叫小女孩 老男人有老男人的理想 就是有给你们来过清流 我亲民党 我也要有我亲民党的空间 可是那件事 宋楚瑜从来就不是以清流 他在政坛打滚这么多年 从来就是大内高手 他就是一个会搞事的人 很能搞的人 很擅长搞的人 他不是一个清流 你知道吗 对你要了解宋主席 我真的不太了解他 他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 但我你刚才 所以你前半部所有分析 我都同意 就是你说他清流这一点 就就瓦解掉了 为什么 因为的确台湾的 现在是两党都很像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当然大家闹得那么厉害 看起来好像斗得很猛 分裂很大 其实不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外面的人看台湾 会觉得看不懂 就比如说你去 你收了一个大陆游客 跑到台湾去 老觉得台湾很稳定 没人聊天 但是每次搞选举 就觉得这个国 这个地方好像快裂掉一样 我觉得好像存在另一个台湾 就是电视机里的台湾 我真的去到台湾的街巷 我看不到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这就说明台湾的民主化 相当成熟了 在刚开始头几年 李登辉在到车水面上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麻烦 那时候真的是 你坐出租车 你打滴 那师傅跟你聊政治 一言不合就把你赶下车 真会这样 真会这样 现在不会了 这为什么我说 这是民主化成熟了呢 第一个他表达出来就是 两个党开始趋同 就大家争夺选民的时候 会互相学习 然后第二呢 就是老百姓聪明了 什么叫老百姓聪明 他懂得帮政治化界了 他开始不再像十年前那样 就把政治带到日常生活 所有部分 他们知道政治 很多时候是不要谈的 所以你就像一个大陆人 为什么现在跑到台南 所谓的台独大本营 没问题啊 没人打你骂你 跟你笑呵呵的 招待你这个观光客 对不对 这就相当于很多这种规矩 比如说人家老说去美国旅游 有几个禁忌不要谈 不要谈宗教 不要谈政治 我觉得台湾现在学懂了 不要谈政治 对 莫谈国事 然后把它挡在一个范围 然后到了那个范围 要发动的时候 大家去 那怎么样都行 回到家 就就太平盛世 另一个日子 这种这种社会 比起一个什么都要讲政治的社会 其实是相对稳定的 我们那个大陆网友 也喜欢这个事 他就说怎么在这个隔岸关火呀 哎呀 我觉得看着我笑坏了 非常有意思 一个台湾大选的新闻 大陆很多朋友有关注 后边跟帖啊 你知道第一条是什么 很反映大陆人的心声 收复台湾岛 活捉林志玲 强强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今天的世界 人类在世界石油版图上 进行着最后的搏杀 专家预测 四十年后 我们将在石油骨结中 寸步难行 饥荒 瘟疫 人类是会灭害时生存 日历科技无限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红火火 过新年 红花狼 我没投过票 我就知道收复台湾岛活捉林志玲 我最感兴趣 林志玲是挺可爱的 我上次碰到一回 我觉得没人会觉得人家不可爱 他那个 我跟他一握手啊 你知道他都是 握着我的手 行屈膝里啊 你知道吗 哎呦 很能弄的 我差点跟他过一啊 我觉得这就是 你说人家这个真是特别 对啊 你说那个握手 你看我们连学举当中 人家马英九从第一年选 他是直降握 到现在要降握 然后大家要九十度哦 哎呦 这都是礼貌 大家要学 对对对对 台湾都有骄傲 人名就是骄傲 高高在上的啊 社会人 对啊 非空居西 所以你说连企业老板 看这个领导人都这样子 都这样握以后 他是不是要跟员工也这样握 所以这是一个风气来的 哎我问你 你去 飞到明天 就飞去到那之后 你直奔票站吗 直奔 直接回家拿我的这个身份证 然后拿起这个 要带印章的 对印章的 对对对 然后我还得 自己还有印章 台湾到现在还是有印章 对 而且我好久没头 其实我有点紧张 有三张票 然后呢 你怕投错 对 要看准 而且呢 老师以前知道 你就盖下去 你不可以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印的话呢 这张就作废 把你名字的印 盖在你要选的人 不是不是 他会有给你 不是不是 千万不要错误宣传 对 很多人就这么投票投错 拿自己的印章去印 不是 他选票上面会附一条线 那个绳子绑这个印章 你要用那个印章来印 不是用你名字的印章 你的名字只是去登记的时候 报到的时候 千万不要搞错 大家注意 不要被多文涛忽悠了 通通反映了台湾服务业 事儿妈的精神 他妈 反映了你们的 我们票太不理解 你们找到大陆文 什么话对 都不可以 就全部都按规定的 然后一点点不对都不行 而且我小时候还当过唱票员 好开心 我就是会选的 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 我就在我家隔壁 国小就投票 所以大家会说 为什么一天我就可以开票 因为我们的投票站 这都也是已经规划好的 根据 这个速度很高 速度速率是很快 明天就当天就产生 你看我们要选 那么几百位的立委 我们要选一位领导人 我们还要再选个什么政党票 这么多的一天 你在明天十点前 绝对什么都出来 而且是准确的 明天十点 晚上十点 就知道了 晚上十点 中学会 然后我们还会唱票 我们以前是说就唱 例如说一号斗文涛 再交给第二个人 再看一次 一号斗文涛要三道 到第四道是官方的人 以后呢 他们再确定就是 斗文涛好再放进去 所以这一切 小时候都要去 所以我好紧张 好开心 小时候 你小 台湾实现民主才几年 你小时候就 小时候 那时候 我们就连我小时候也有了 那时候也是有选举立委了 就台湾的这个民主化 不是大家所以为的真的是 李登辉时代 蒋经国时代 然后开始就选 选领导人了 选总统 不是的 他这个地方选举是早很多年开放 比如说民选的县长 是早好几年开放 民选的议员 县议员到立法议员 也是早几年开放 所以他这个民主化的过程 并不是说蒋经国时代 忽发奇想 快死了 然后赶快你们搞民主 不是早在他在世的最后十多年 二十年就已经开始 循序渐进的操作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过程 对 但是你觉得 你们比美国人是不是更情绪化呢 我觉得还难免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现在不会了 现在真的到好多了 但是台湾 现在是美国人很情绪化 美国人在闹情绪 没没没没 对已经不会有那种 真的说什么 打起就是打起一言不合 不能谈天的情况 现在还有人猜呢 然后我们上次市长的时候很紧张 连顺文不小心也被一个子弹弄 就是两个党都发生过这种事 你现在再发生民众不会相信你 以前以为有点什么事 我是要吸选票 我才发生事情 但现在我觉得如果今天 或在最后一天再发生什么 大家只会对这个政党是 与比起的 因为这已经没有信任感 难道你为什么觉得 就是没有什么悬念 我今天看报纸还在讲啊 就是说 蔡英文和马英九很接近呢 是很接近 但是仍然是马英九胜算比较多 直到这一刻我还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 只看他们最后两天的竞选的布局 看得出来 就是蔡英文还在很努力的 在台中几个地方跑 在拉票 那相反的国民党好像已经老神在在 我不晓得他是放软手脚了还是 但是如果你到最后一刻 你可以给人一种 你在放软手脚的感觉的话 那大概是他们信心很足 反正马英九就在台北逛了 是 不过当然这也可能是个策略 就是他在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了 你知道啊 这个选举肇事 就是告诉大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